捍卫战士续集 台湾国旗不见了 网友 中国拿掉的 眼睛超立的影迷们 在最新的捍卫战士2预告片中 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独行侠的飞行外套不一样了 尤其是上面的布章 这部1986年的经典动作片 将在2020年推出续集 在预告片中 汤姆克鲁斯一样穿着经典的皮外套 不过这次的皮外套上面 日本和中华民国国旗的布章 都不见了 日本时报报道 这次的续集 捍卫战士独行侠 是由中国片商腾讯影业 共同制作 公司主要投资 制作电视剧以及电影 由于腾讯参与制片 让部分粉丝猜测 是不是维尼共产党出手 轻易地把两面国旗给拿掉了 这项看似微小的调整 在社群媒体上引起了许多讨论 有些人认为 这是为了满足一些 不想看到日本和台湾国旗的 中国影迷 也有人认为 这个举动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也就是说 腾讯要投资任何项目的 最后决顶权 可能握在政府手上 因此画面中 才没有两国的国旗 该报道也指出 中国拥有 全球最大电影市场之一 根据全球最大会计事务所 德勤预测 到2020年 中国的票房收入和电影观影人数 将超过北美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 中国也将成为美国制作电影的主要消费者 因此北京也持续在管理中国和美国影业的制造和观感 让中国出现时的形象是更平和 也更少有好操纵和威胁的方式呈现 看现在到目前为止 都管理得不错哦